智能调光玻璃注意事项 1.首先准备贴膜前,需要使用个工具 2.用刀片去除玻璃表面的码钉 3.左手戴上无尘涂手套,以方便右手进行其他操作 4.使用酒精擦拭玻璃,再次清除玻璃表面上的灰尘等污垢 5.使用玻璃清洁剂进一步对玻璃表面进行清洁,使玻璃保持足够的干净,以避免后面贴膜时产生气泡 6.使用玻璃刮板挂去玻璃表面上的清洁剂,并晾两分钟左右,使玻璃表面上没有残留的水分或水器 7.贴膜前检查自贴条光膜的尺寸,是否跟玻璃的尺寸相匹配 8.自贴条光膜正反两侧,均有一层保护膜,薄的一面为正常面,厚的一面为自贴面 将膜对准需要粘贴的位置,从铜箔处撕开,自贴面那一面的六分之一进行粘贴 9.贴条光膜正反两侧,均有一层保护膜,薄的一面为正常面,厚的一面为自贴面 将膜对准需要粘贴的位置,从铜箔处撕开,自贴面那一面的六分之一进行粘贴 9.使用调光膜刮板把膜固定在玻璃上,从中间往左右两侧刮 慢慢的一点一点撕自贴面,一点一点的刮,刮的时候,如果有气泡,轻轻的将调光膜掀开到有气泡的位置后,重新刮 以保证整片自贴条光膜贴上去后,完全无气泡,在粘贴将要完成时,在整片膜的右下角,为收尾处该操作就像贴手机膜一样 10.使用美工刀裁掉调光自贴膜边缘,有轻微的翘起部分,或多处的部分,通常裁掉一毫米左右即可 11.从铜箔的那里撕保护正常面的保护膜,撕保护膜时,要小心不要扯断掉光膜上的电源线 12.检查自贴条光膜贴上去后的整体效果,至此,贴膜完成 13.使用自贴掉光膜专用电源,13.使用自贴掉光膜专用电源连接电源线 一端的正负级连接输入220伏特电压,一端的正负级输出必用螺丝刀固定 输出的正负级连接条光膜的正负级电源线 14.再使用绝缘胶布,把露出的线头缠好 14.把露出来的掉光膜电源线塞进玻璃边框的缝隙中 15.使用自贴掉光膜专用遥控器侧 8.5 Gram膜三玉璃描起立遥控制 15.0游行动余 accompanying灯效仓